喂英哥 听不见吗 就有个问题 就是也是看那些切片 就是美国那边 就有一个问题 他们美国那些警星哥 把大概帽演过来了 比如说他犯事了 就高速上 那个街道上就开始飙起来了 如果说这个警星哥 把美国居民的那个院子创碎了 或者是我们的大概帽 那biu biu的时候 把什么车门呀 玻璃呀 破门的时候 把车户门都给干碎了 这种是他们居民自己承担吗 是盖帽局承担 但是盖帽局给不给不一定 哦 就是口嘴上说说不一定给 对 为啥我说这么说呢 我亲身经历 我原来故事会都讲过 我跟我爸站院里面 跟着抽烟呢 天上低空盘旋 大概百八十米 盘旋直升危机 呜呜跟着盘旋 拿大灯跟着照 往我家隔壁邻居的后院 跟着照 呱呱跟着照 完了呢 就紧接着 就听着 就听着我隔壁 俩警察 骂骂咧咧的 挺老壮的 从我家旁边 右边这个院墙 翻过来的 俩人一只 一只那栏杆 下来的时候 给那个就是给那个木炸了 就直接干歪了 索性他俩 约我愿让我俩回去 就我跟我爸站后院呢 站那块冒烟 西哥在头呢 我俩跟着站着 就看那只危机 我俩干嘛跑过来 直接我俩回 我俩就回屋了 回屋站屋里面 割剥离 看这俩人在去 从院子右边进了以后 从左边出去了 把炸了 直接撞 直接撞个活 他俩过去的 完了呢 就问嘛 他当时没说 就问说 说那个哪能陪 上那个我们 我们住的那个 当前城市所属的 City的那个 就是 就是叫 干贸局嘛 Pazor嘛 去了 他说对 这是我们管的 完了说一下啥情况 完了回家 我那时候拿老啥呢 数码照相机照下来的 给他们看的相片 OK 会给你寄个statement 给你寄一张支票 寄一张check 你去修这玩意 两年 没动静 两年 那要是九星哥撞碎了 估计连赔都不会赔吧 说是他们赔 但是给不给 默默默解 那就两说了 我这个 这个你要硬要理论 他肯定得给你 你可以找他 Supervisor Supervisor 现实我爸干装修的 直接咚咚 拿电钻 就打两个丝 又给拧回去了 就拉倒了 但是一直两年 都没消息 直到两年 我走了 我两年 我都干到乱级 这事没下文 对 你可以打官司 你犯上犯不上 你犯上犯不上 你索赔多钱呢 对吧 你在美国 你找个律师打官司 给你写封警告 还多钱呢 400刀 我爸第一 俩罗斯拿电钻 扶起来 光光钻上来 对不对 我洛杉矶哪里 我洛杉矶 我待的地方挺多的 我给 我给 Riversite开出饭店 我给 圣盖博住 我给 罗兰刚上班 对不对 我都干过 行 你去吧 我还给丁胖广场 开直播 我给丁胖广场 开直播 你看行不行 我给丁胖广场 一大早上 疯狂的挥洒 我的金币 他们都光 我叫大善人 啥 疯狂会杀金币 我给丁胖广场 我给丁胖广场 我给丁胖广场